這是基本的 食物上你一定可以調整 我們會叫捕手 對著那個打者 以右打者為例的話 他們的右行幹 你不碰到他為原則 如果你這樣伸出去啊 大概還有一個拳頭 或是一個半拳頭的距離 會不會太近 你要看他的揮棒結束 他如果結束的很大 那當然你要注意 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我們球隊的時候 他明明知道這個打者會這樣了 你還繼續做我們要求的 這樣就非常不智 好所以 好那我知道 左打者一樣 你的右手伸出去大概有 一個拳頭到兩個拳頭之間的距離 這是最適當的 為什麼 往慢斗的時候你喜歡接 彈跳落地的時候 離離比較近還是離離比較低 我覺得比較容易擋下來 近近近 我為了保護我自己的安全 不要被他打到 我們犧牲了多少 距離 可能是短的哈 秀哈 可能會變成Long哈 就是變成長遠 有道理吧 所以 以這個為原則 我們來自己做調整 好這是第一個 接下來我們來講到 Foolwork 我的建議 最好有一個參考的方法 換一個踢 踢 踢字 我們是在 我們的腳 正在這個踢的橫度的上面 阿德剛剛有示範 分解動作 我們希望 一 二 OK 你的目標是二壘 當然你整個身體 你要穿球的動向 是往二壘方向 有沒有看到 有什麼不一樣 你在做 什麼不一樣 有沒有去增加那個距離 第一個 還有沒有 我剛剛做的三個有什麼不一樣 你知道嗎 先一條踩的方向 不講對錯 你告訴我哪個比較好 目標在這裡 我穿球要怎麼結束 我們講CROSS BODY 我們會穿越 我們的身體穿球 投手 你希望 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 想一想 這樣子 WHY OPEN 太開了 你的身體 你上半身要多旋轉 才能帶動你的穿球 不是最理想 所以 注意的地方是 一 二 前腳 稍微是 直線 但是略微打開 給你一個空間去運用 這樣子 這樣子 把你的穿球卡卡的 這樣子 對不對 常常發生嘛 因為你這樣的話 如果你在這裡 OK 但是通常在這樣子 我們在失去平衡的時候 側船 可以嗎 對 所以這我們都沒有問題 對 所以這我們都沒有問題 對 基本上 1 2 BOOM 3 動 1 2 BOOM OK 這可以嗎 可以 好